- Our dream is one - One night is true to come - Our dream is one Hello 欢迎小哥们的到来 这里是由爱无止境游戏人生的爱游戏平台 在东京奥运会开启的全新节目 《爱在东京奥运》 我们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小雨 我是Lini 我们刚刚挥手告别了欧洲杯 马上又即将迎来火热的东京奥运 这个夏天真是精彩不断 对啊 那说到刚结束的欧洲杯 最后是由意大利获得的冠军 在赛前并非是夺冠热门 但是他们一步一脚印的 最终是在决赛击败了本土作战的英格兰队 拿下队史的第二座德拉内杯 我们恭喜蓝衣军团 同时也要鼓励一下年轻的三师重将们 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努力 在明年的世界杯 能够再一次的给我们带来惊喜 没错 在欧洲杯期间呢 小哥们都有注意到 我们爱游戏独家制作的 宝岛少女西游记 和爱游戏欧洲杯 节目可以说是陪伴了大家 整个欧洲杯的过程哦 没错 那么这次的奥运会呢 爱游戏平台同样会带给你们 一系列的优质节目 期待你的关注 是的 那这个节目的名字呢 叫做爱在东京奥运会 这也是一档科普类的奥运节目 那在这其中呢 会有很多关于奥运的话题 给大家展开 同时还有有趣的奥运冷知识板块 带给您意想不到的奥运干货哦 好啦 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进到今天的正题吧 妮妮我问你哦 你说为什么在疫情其实还是非常严重的当下 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东京奥运还是要冒着文献来举办呢 对啊 那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奥林匹克的四个字的内涵呢 原本倡导的就是自我挑战相互鼓励的正能量精神 当下整个世界因为疫情正经历着动荡 而奥运会的来临或许能给低谷中的能们带来巨大的凝聚力 和充足的抗议信心 已故的前南非总统曼德拉曾经说过 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我想现在也正是实践这句名言的最好时候啦 就像刚刚结束的欧洲杯 已经让世界各地的仇迷们感到全新的生活 充满希望的生活正慢慢的回归到我们身边 其实这也不全是毫无意义的坚持哦 让我们从国际观点上来看 因为奥运会历史悠久 所以更需要维持奥运的品牌价值 如果因为单纯的舆论反对而终止 对奥委会来说 不仅严重损害奥运品牌形象 也有是奥运会的信用 那么奥委会的价值除了经济之外呢 从国家来看 它是国家影响力的表现 民族主义的形成 从都市来看呢 它是都市的发展以及复兴 从选手来看 它是精神 是文化 是荣耀 而且东京奥运会表示呢 在六月底的时候 相关奥运会职员 工作人员 媒体记者 加总三万八千多人 都已经打好疫苗啦 当然也不是每个原因都这么振奋人心 还是有一些甚实面的存在 例如延期了一年最后不举办的话 将会带给日本多少损失呢 国际奥委会 东京都政府 日本政府 中间有什么样的利益关系 中职 空墙举办 照墙举行 谁获益最多呢 在以往的报告中 可以发现哦 他们总收入 其中有七成以上是仰赖转播权 另外的两成呢 是来自赞助商的收入 而且有九成以上 都是拿出来资源给各个国际 或是当地体育组织作为活动基金 比如上一届 16年在纽约举办奥运的收入 支援给体育组织的金额 就已经高达了五亿四千万美金哦 那么给国际体育组织的资金目的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帮助一些冷门的运动 像是射箭啊 攀岩 划船等等 都是需要奥委会持续提供资金来举办活动 来扩大活动人口 提升整体的项目价值哦 从整个投入的金额来看呢 主办单位的七千两百一十亿日元 东京都的七千零二十亿日元 日本中央政府的两千两百一十亿日元 日本总共是投入了一兆六千六百四十亿日元的金费来举办东京奥运哦 那么如果抵消成本之后有剩余利润的话呢 会依照分配给国际奥委会以及当地的主办单位 再者如果办完以后发现 哎呀 入不敷出该怎么办呢 其实主办单位都市上的契约也规定了 如果主办单位盈利为红字的话呢 他们是需要自行解决不足的部分哦 如果无法填补的话呢 主办国就必须填补 所以能不只办吗 若终止 各单位需要赔多少钱呢 国际奥委会将失去转播权和全球企业赞助的收入 但聪明如奥委会 其实这方面他们都买好相关的保险啦 所以就算终止 国际奥委会虽说不会赚 但是也不会赔钱的哦 主办国就不一样了 虽说也有相关保险 肯定也是会背负巨额的欠款的 假释扣墙举行 那奥委会的两大资金来源 转播权以及全球企业赞助 都能继续维持 但是对于日本方 门票的话 预估能拿到900亿日元 以及周边商品等等现场收入 将以炊而空 日本的野村组合研究所 施算了东京奥运会带来的经济效益 除去成本以外的利润呢 包括各位看比赛时 带来的间接消费都算进来的话 大约利润是高达了1兆8千多亿日元 空场举行的话呢 也有1兆6千多亿 所以说到底 或许这就是日本 无论如何都必须进行下去的原因吧 奥运冷知识 你知道历史上 有哪些奥运会被取消了吗 第一次被迫取消的奥运会 是原定于1916年 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六季奥运会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迫取消 一战还导致奥委会总部 被迫转移到中立国瑞士 战火更是夺取了大连奥运选手的生命 原定于1940年举办的 东京第十二季奥运会 由于战争爆发 日本全力支持战争而放弃主战权 不久也卷入战争随即取消 1944年英国伦敦的第十三季奥运会 也由于英国卷入二战而被迫取消 受到战争影响的 不仅是夏季奥运会 还有冬奥会 1940年的日本扎晃冬季奥运会 和1944年的意大利 克尔迪纳丹佩佐冬季奥运会 也被取消 这一次日本2020年东京的奥运会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而被迫延期 其实是不幸中的万幸 希望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 早日取得抗击以前的胜利 好啦 那这一期的节目 是不是给各位小哥们 看见更不一样的奥运会了呢 嗯 其实在收看这些国际赛事时 不该只是单单看到画面上 谁胜出 谁若败 而更值得我们去致敬的是 每个运动员背后付出的 心力以及成长的过程 那就让我们一起迎接 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吧 拜拜